国安局局长陈明通身陷灵之间的论文风暴 在民进党的九合一选举大败之后 党内外都有人点名要求他应该要下台 好 但是根据了情治界的官员透露 陈明通其实深受总统蔡英文的信任 在1月中旬即将进行的内阁改组当中 陈明通的职务不会有异动 换句话说 蔡英文在2024年5月20日卸任之前 陈明通呢依旧将会温坐国安局长要职 好 原本担任立委的南投县长许淑华 还有屏东县长周春敏 新竹市长高宏安在昨天都已经宣誓就职了 宜缺将会进行补选还有递捕 周春敏跟高宏安分别是民进党 还有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 因此按照2020年的不分区名单排名 分别是由前立委陈敬敏 还有民众党的立院党团主任陈婉惠 两个人来递捕 至于许淑华呢 原本是南投第二选区的立委席次 中选会现在已经决定将会在明年的3月4号 进行补选投票 蓝绿都是多人有意参选的 现在还有待各党的党中央协调 或是来做征招 接下来呢 这个场面是在新任的台北市长 蒋万安的部分 在昨天也是宣誓就职 但是没有想到典礼才刚刚要开始 蒋万安的二宝突然放声狂哭 好立刻实现了蒋万安 让婴儿哭声成交响乐的选举政见 从柯文哲的首周接下硬性 蒋万安也喊话不分党派要为台北打拼 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 侯友宜也率领新的小内阁宣誓就职 对于会不会参选2024 侯友宜没有把话给说死 只说要为国民好好做事 从柯文哲手中结果硬性 蒋万安入驻北市府就职台北市长 让台北队正式出发 但典礼中却意外出现小插曲 苏礼 或站立正 典礼前 蒋万安的二儿子先声夺人 洪亮哭声瞬间详筹会唱 就算蒋万安朝儿子挥手安抚 哭声就是停不住 太太只好先抱着二宝离场 有人笑说蒋万安证件曾说 要让婴儿哭声成为北市交响乐 没想到上任第一天就达标 但等着蒋万安达成的市政任务 还有这些 另一头横扫新北市全29区 以115票高票连任的侯友宜 率领新的小内阁宣誓就职 不断强调以民为天 为国为民 拉高格局 被市委拦移2024最强人选的他 难道真想挑战当总统 到后面的挑战越大 人民期待更高 把握现阶段人民对我的期待 为国为民努力做事 会不会挑战2024 侯友宜没把话说死 但就职典礼弯下腰仔细绑携带 或许政代表把自己准备好才能走得更远 接下来继续来看到 这个柯文哲在昨天已经卸任台北市市长 大批的支持者当下挤爆了市府大楼 高喊总统好 而且还有人说2024唯一支持 柯文哲选总统 柯文哲在受访的时候表示 今天会先回台大报道 选总统平常心就好 还反问媒体说有什么建议吗 至于同样被视为2024热门人选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说 新北已经规划了2030年的愿景 还要一路规划到2050年 未来他会把棒子交好 新北带动整个北台湾 全台湾让中华民国更好 柯文哲已经确定要参战了脱口秀 沿上王世坚 因此外界超期待的票 卖到连影城都不放电影 改成直播脱口秀 好 王世坚在25号直呼 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同时他也提到了 柯文哲一定会来整他 因为现在柯文哲卸任之后 就能够骂议员了 最后他也特别感叹了一句 人在江湖迟早要还的啦 蒋王世坚新上任 马上到北市议会拜会议员 碰上说要当蒋师的王世坚 第一份送给蒋师长的大礼 是这个 比出一个大爱心 王世坚未来继续监督蒋师府 要送的礼物恐怕有一头拉骨 而过去也常被王世坚送礼物考验的柯文哲 剩下八年任期一走出市府 就被支持者高喊 柯文哲跟王世坚过去在议会相爱相杀 尽管现在出了议会 马上又有机会再脱口秀 同台同框 柯文哲确认参战 散坏头号柯黑王世坚 但各界超期待 那他现在找了柯文哲一起来问 那可能就情感会比较惨一点 情感会比较惨一点 吓一跳啦 你如果说有找柯文哲 但是我也会勇敢面对 勇敢面对 总说市府 柯文哲会不会变回台大医院的柯大炮 会不会拿病例表去丢王世坚 大家都很期待 记者黄义俊李选SNG小组台北报道 全国的县市首长在25号这一天总马上任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昨天强调要以名为天 他做事不考虑选票 会站在利他角度跟全台各个县市共好 好 昨天晚间呢 侯友宜出席了耶诞平安晚会的时候 板桥福音堂的牧师张茂松直接说了 祝福侯友宜在新的阶段能做当做的事 选当选择的道路 让他不只成为新北市的祝福 更祝福他成为全台湾的祝福 很少新北市全29区 以115万多票勾票连任的侯友宜 率领新的小内阁宣誓就职 这一次的就职 其实我的责任更大 到后面的挑战也大 人民期待更高 把握现阶段人民对我的期待 为国为民努力做事 第二任期正式开始 侯友宜不断强调移民为天 为谷为民拉高格局 但会不会挑战2024 侯友宜没把话说明 倒是这些话欠端你 就职典礼里目前绅士气势最强的 台湾才会好 中国民国才会救 这个力量让新北市成为一个国际光荣的城市 这是我的决心 也是我的态度 就职典礼上镜头捕捉到 侯友宜弯下身 仔细绑鞋带 或许把自己准备好 才能走得更远 侯友宜被视为是2024最强人选 是兰姻里目前绅士气势最强的 再来的变数才会是朱立伦 赵绍康 尤其赵绍康召集战斗兰 为2024暖身动作平平 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 把总统这个位置拿回来 立法院长要拿回来 必须要全面执政 民党如果继续执政 两岸会战争 能源会不够 经济会凋敝 台湾会没有减土 大家一起努力合作 呵呵做事情 倒是要康兄加油 侯友宜过完年 就二月开始 就要开始对全国性的重大议题 做一些态度的表示 那人家才觉得你要选 南军最强百里侯的 为国为民 努力做事 余待玄机 达太极回应各界 做好做满的问题 记者西红楼 陈宇荣 新北市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